好好的,我是迪花,本集看點 那每被誰綁架,竟然有超多線索 拉菲特要攻擊革命軍,龍就是燒傷男 誰來救卡普,不靈的作用 查看歷史本文,還是窺探卡普神之谷記憶 我230個留言,50個硬幣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看完留言我也找個最有趣的字體 草帽團在前進埃爾巴夫時,遇到了酒精中毒 所有人都昏了過去,有一半草帽團員消失不見了 大家都很擔心,同時不見了那群人裡面 納美就在一個神秘房間醒來 雖然我們不知道這在哪裡 但是我們是能看圖找出很多線索的 我們就先來盤點,納美在神秘房間裡的所有線索 首先就是納美頭上的電燈了 這電燈看上去很正常 但事實上這個是很多時候都會出現的 算是可以俗稱是尼卡蒙友的標誌 中間有一個大圓點,然後旁邊有8個小圓點 不管是魚人族、光月族、巴卡尼亞族、空島族 都有這些圖案 好巧不巧,這些人都是跟尼卡交好的夥伴 魚人族之前喬一波一就演示過了 光月族800年前,光月時很有可能參與了空白百年 巴卡尼亞族不用說,尼卡就是他們的神 空島族是大雄之前有一個對應神像 而且他也說過空島有尼卡這個論點 大家可以理解成尼卡在中間 而旁邊8個點就是與他同行的種族 而這個線索我們能看出什麼呢? 看到圓圈第一個就會想到巨人了 巨人已經表明跟尼卡是交好的狀態 初代尼卡就是他們的太陽神 之前巨人也對吳老星使用過一招 叫做太陽盾的招式 這太陽盾在歷史上是有這東西的 而歷史上的太陽盾就是中間有一個大圓點 然後旁邊有8個小圓點 很明顯就是尾田在致敬這個東西 但巨人族意外的還沒給出跟光月族他們一樣 有這圖案來表示 所以給出這電燈 就代表著他們很高機率來到關於巨人的地方了 可能是艾爾巴夫或者是附近的島嶼都可以 第一來到巨人的地盤 可能是被巨人綁架 再來就是旁邊有一個很像鳥人的畫像 這畫像算是目前最明顯暗示了 畢竟如果讓一個普通人來找查話 第一眼一定會看到鳥人 但這鳥人畫像出現過很多次 不管是光月族或者是捷馬66都有這種鳥人 雖然鳥人算是很明顯的暗示 但是我們還是不能看出來到底要幹嘛 但能知道的是 之前出現的鳥人都跟草帽團是盟友 加上剛剛說的尼卡盟友標誌 所以這地盤是尼卡盟友的理論 更有機會了 第二鳥人圖案 再來就是納梅的裝扮 首先這頭髮就與目前有嫌疑的洛基王子有關聯 因為納梅頭髮就跟他喜歡的羅拉是同款的 有沒有可能就是洛基王子要求這樣綁的呢 畢竟納梅在昏迷之前不是這種頭髮 他是連服裝都不一樣的 所以這頭髮算是可以把洛基王子的嫌疑拉高一點 第三頭髮跟羅拉是同款的 再來就是裝扮的 納梅這身裝扮就很像是 艾爾巴夫原住民的裝扮 你可以說他來到艾爾巴夫沒毛病 但納梅服裝也是女帝同款的 不管是胸口開叉 或者是下面有一個圓圓的扭扣都是一樣的 但具體來說要幹嘛 目前還沒有一個很好的答案 第四 艾爾巴夫服裝跟女帝同款服裝 以上就是尾田在這房間內給出的所有線索了 我自己覺得光是那台燈 基本上就可以斷定這是巨人的地盤的 加上羅拉的髮型 或艾爾巴夫服裝 艾爾巴夫完全沒問題 大家覺得這次在暗示什麼 或想補充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這裡必須要說的是 雖然是被綁到巨人的地方 但綁他的不一定是巨人 畢竟艾爾巴夫也有很多正常人類 所以要猜是誰還是有點困難的 但之前也有說過嫌疑人友 迷戀羅拉的洛基王子 或者是綁架過納梅的金獅子 或者是可以用漩渦的燒傷男 或者是艾爾巴夫的黑影 當然還有其他可能 但目前就沒有很明確動機了 所以就不多談了 再來要說的是 拉菲特潛入革命軍到底要幹嘛 黑屋子海團在前期化瘋狂的獲利 不管是搶奪歷史本文 或者是獲得兩枚人質 還有一個線人 但這些都是黑團去爭取的 但與一個人是完全無關的 那就是拉菲特 拉菲特在前幾話劇情中 可以說是完全的隱形人 但在1126話他出現了 而他出現的地方 就是在聖地瑪莉喬亞旁邊 但這次他可能不像上次一樣 是衝著聖地來了 而是革命軍 因為黑屋子聯絡拉菲特的時候 第一句是說革命軍怎麼樣了 也就是拉菲特這次是往革命軍那邊調查的 事實上黑團與革命軍就有心結 當時薩波打爆了巴吉斯 但巴吉斯並沒有死透 所以跟著闖入革命軍的基底 最後通報黑屋子海鸾全員 然後黑屋子毀滅掉了革命軍的基底 但之前說過這個劇情有點奇怪 因為為什麼革命軍可以提前逃跑 有一個理論就是黑團有個臥底 而那個臥底有可能就是親子了 但不管怎麼樣 現在拉菲特又要對革命軍動手 可能是註定的事情了 但到底要幹嘛 事實上第一次動手的時候也很奇怪 因為他們並沒有明確目標 有明確目標什麼意思 像是闖入推進城就是為了找夥伴 但打革命軍這目前劇情是 沒有給出明確目標的 目前革命軍公佈對黑團有價值的 可能就是熔了果實的吧 畢竟黑屋子還缺一顆果實 第一龍的果實 但同時也有一個可能的目標 那就是龍身上有沒有可能有第四塊歷史本文 畢竟龍就符合燒傷男特徵 不管是可以製造出漩渦讓人沉入海底 或者是船體是黑色的 而黑屋子在稍早前就在談論燒傷男 但唯一的疑問就是 為什麼要稱呼他為燒傷男 應該要稱呼他為龍才對 畢竟龍可是大紅人 用燒傷男來代替他也太奇怪了 所以他是燒傷男這件事情還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第二龍是燒傷男 有第四塊歷史本文 還有個理論是 黑屋子雖然很喜歡洛克斯 但龍跟洛克斯也存在很明確的劇情連結 長相跟頭髮可以說是一樣的 而且就連龍出現的幾處 都有洛克斯的日文諧音 這種數字是微甜一貫的手法 之前有說過洛克斯有可能是他爸 大家會說卡普怎麼說 有一個理論就是 洛克斯確實是龍的爸爸 而龍跟魯夫媽媽結婚 也就是親家的關係 這樣同時可以彌補上他跟洛克斯神秘的長相 還有可以是卡普兒子的論點 第三有關於洛克斯 我自己覺得黑屋子會攻打革命軍的關係 應該是有關於洛克斯的論點 不然就是有還沒公佈的東西 大家覺得為什麼要攻打革命軍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想補充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再來我們來談論布尼的作用 他是要用三眼族查看歷史本文 還是窺探卡普神之谷記憶 布尼目前就被黑團綁走了 但到底要幹嘛還沒說 但他的用處應該就只有三個 首先就是使用他的三眼族能力 大媽之前說過 三眼族如果開眼的話 可以看得懂歷史本文 事實上黑團目前就還沒有公佈 誰看得懂歷史本文 如果他們要當上海賊王的話 確實就需要這種人的存在 而黑團就在前面取得了羅的歷史本文 所以綁架布尼是合理的 第一查看歷史本文 再來就是使用布尼的記憶果實了 這個記憶果實可以說是非常bug的存在 因為假如可以偷取伊姆的記憶的話 就可以知道海賊王的所有劇情了 但當然不會這樣演 但目前有一個人可以窺探他的記憶 可以讓黑屋子獲得巨大的幫助 那就是卡普的記憶了 黑屋子崇拜的人就是洛克斯 什麼都要自信他的偶像 不管是海賊騎士 或者是一樣佔領風潮島 都是洛克斯先做過的 而卡普就在神之谷與洛克斯有對戰過 所以如果黑屋子想知道更多的洛克斯 那麼就會讓布尼竊取卡普的記憶 或者同時也可以竊取黑屋子自己的記憶 畢竟他小時候一直在哭 不知道他會不會想知道他小時候爸媽怎麼了 第一個竊取卡普的記憶 或者是別人或自己 再來就是布尼會吸引別人的到來 這人很明確就是大媽海盤的人 畢竟你從別人地盤綁過來 大媽海盤當然有機會不會做事不管 有可能他們會殺過來 第三吸引別人的到來 以上就是布尼的用處了 大家覺得哪個最有可能 或想補充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再來我們來談談卡普這條路線了 這條路線有很多可看之處 像是黑屋子要拿卡普當人之幹嘛 目前卡普能使用的價值 並不與其他人一樣 因為如果是跟白屋子一樣有果實能力的話 那黑屋子就可以直接奪取他的果實能力 來彌補他缺少的那個果實 但卡普並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卡普對黑團來說並沒有直接用處 但是卡普跟克比一樣 黑屋子當時就說要拿卡普跟海軍談判 而卡普這時候也是 談判到底要談啥呢 首先就是黑屋子在1126話內容說的 他要拿克比出來 讓海軍不來搗亂他的海賊王之爭 第一讓海軍不要攻擊他 但顯然卡普利用價值不只有這些 再來就是某人會來拯救卡普了 這應該是最直觀的理解的 而這人會是誰呢 我先來說說我的看法 我自己覺得這人必須帶果實來 讓黑屋子補足那顆缺少果實 如果來的不是果實能力者的話 就會像是卡普和克比一樣的窘境 如果不是跟海軍談條件的話 都不能直接獲利 而來救卡普的人高機率會犧牲掉 因為如果卡普就無傷被救走的話 那黑屋子這一條劇情路線就白費了 綁了女帝再換克比 克比再換卡普 然後卡普再被救走 黑團零獲利 可以說是超級奇怪的劇情 畢竟他們前面可說是瘋狂在獲利的 而到底是誰來犧牲會是最合理的答案呢 我的答案跟5年前一樣不變 那就戰國了 事實上戰國在前幾話就說了 卡普跑去哪了 而在貝加龐克廣播時 他跟賀開船要去某個地方 這個地方會是哪裡呢 在談論卡普之前還說了十字公會 所以以劇情連結來看 戰國很有機會就是要去到這兩個地方 當然戰國去這兩個地方都是必輸之舉 畢竟這兩個地方 左有鷹眼又有黑屋子 都是戰國惹不起的人物 你可能會說你又不知道誰比較強 怎麼判斷誰會輸誰會贏 但這又要扯到劇情實力這東西了 舉個例子 黑屋子在遇到紅髮前是不能輸的概念一樣 但如果戰國贏了他們 就在劇情上輸給了海軍 他目前在劇情中還不能輸 因為他們還在上升旗 就看偉田有沒有要讓戰國犧牲了 如果沒有的話 那他就不會去到這兩個地方 但剛剛也說了 如果蛋糕倒的人也殺來的話 那就不好說了 第二某人會來救卡普 戰國最有可能 再來就是剛剛說的 布寧要竊取他的神之谷記憶 確實神之谷是必須要回憶的 但什麼時候不知道 竊取卡普記憶是一個很好的時間點 第三被竊取神之谷記憶 大家覺得版卡普到底要幹嘛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以上就是今天的論點 大家什麼想法 留言跟我說 如果你覺得留言不錯 我幫你置頂 如果大家喜歡上分析心裡也喜歡 留個點這樣才會讓 YTB戰算法任更多看到 感謝也歡迎加入我的DCR賊王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